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姐 来两根饼 加弹加肠的 干啥呢 什么呀 你说 咋该的事啊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我查你了 别痛啊 你说不是不是 警察上场 现象诡异 哪里还藏有真相 我马上就被勾走了 眼盲还是心 无知成为无畏者的魔杖 不阵之的恐惧 那是被人护过来被人拒绝的恐惧 无法栏目剧系列剧 武阵奇谈 世上本无鬼 谁人似绕之 他是不学恨 他太错了 我把了 努力 我们在产场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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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族遗传病 这一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和警告 你为什么这么快要出院 行了 老公 你刚刚也说了是家族遗传病 命中注定我要失明 谁也阻止不了 慧香 行了 你别再叨叨了 反而现在 更加担心汇报 都说姐妹心连心 也不知道她最近情况怎么样 喂 我是 怎么了 得知妹妹汇报离妻死亡 姐姐汇香悲痛满分 立即与丈夫陈志林 驱车赶往妹妹生前居住的古镇 希望查出妹妹死亡的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酒店提取的一段监控项 是你妹妹去世前半小时的指导 那会把她在干什么呀 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但是法医鉴定啊 她是溺水窒息而亡 我们的初误分析呢 她是失足掉进酒店的水塔里的 你妹妹好像有家族病史 那也许呢 是因为她势力减退了 遭让她精神出现了问题 才会出现视频里这种奇怪的举动 不可能 她半个月前才跟我打过电话 说有一种新药可以治我们这种病 我们先回去吧 你需要休息吗 吴警官 我们会暂时住在汇宝在镇上的家 如果有新的发现 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好 走吧 咱们 贵香 你在看什么 我刚刚在汇宝的衣柜里边 发现了男人的衣服 还有这么多酒瓶 汇宝他从来不喝酒的 就说明这房子里边 不仅有汇宝 还有别的男人在里面 也许汇宝他有男朋友 没有告诉你而已 怎么可能呢 汇宝他什么都告诉我 为什么有男朋友 这么大的事情 不告诉我呢 也许他觉得没有到时间 也许他们已经分手了 贵香 你这样疑神疑鬼的 对你眼睛没有好处 调查的事情 你交给警察去做嘛 谁 otic声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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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是 我叫琳琳 我和汇宝很谈得来 她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很难过 谢谢 你们俩是好朋友 嗯 那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不会吧 是我的错误 我居然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却不在你身边 我不是 pada一个人 没有人 我不是在等some 你的眼睛情况很不好 没关系 我有心理准备 你也不要那么灰心 如果有合适的眼角膜 你会恢复健康感 我从来就没把希望 举头在这上面 你妹妹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 要你不难过是不可能的 你要学会控制自己 记得按时来负责 我走了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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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晨 你没事吧 走开 王晨 走开 走开 王晨 走开 先走开 王晨 我记得你 你是我妹妹生前的好朋友 我叫李妹 我们以前是好朋友 不过最近很少说话 因为她男朋友 男朋友 是谁 他们在一起很久了 而且汇报告诉我 他们还一起出去度假 去哪儿 玫瑰山庄 汇香 你在干什么 我现在可以肯定 汇报他一定有男朋友 我现在就在附近监视我们 谁告诉你 有一家灵灵 就凭她一句话 你就相信了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把她找出来 把她所有东西全找出来 跟我回家 马上回家 干什么呀 放开我 我现在必须做一个 有空决于的账法 我必须把你 从这一切中拽出来 你现在已经疯掉了 马上跟我回家 我们去其他地方再分析 我跟你回去 不过不是回家 我们去其他地方再分析 你想去哪儿 玫瑰山庄 先生 请进吧 先看看房间 这里的环境挺不错的 怎么样 喜欢这儿吗 挺好 行 那我去办手续 还是我去吧 你 我眼睛还没瞎呢 走吧 你听我说 我妹妹她现在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必须找到那个男人 那我帮你看一下吧 真的没有 只有你妹妹审会报 一个人的入住记录 没有其他人 你们的监控录像呢 你们的监控录像呢 嗯 不好意思 我们的监控录像前段时间 出了点问题 然后前面的数据 全部都没有了 谢谢 回家 什么事 是你说到这儿来散心的 可为什么你到这儿之后 整个人魂不守舍的 究竟怎么回事 我在想 惠宝以前也跟他男朋友来过这儿 惠香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查出真相 我想知道 是不是到底真的有这个人 如果有这个人的话 为什么他不出现 为什么他要一直躲着呢 也许他不想再伤心难过 也许他们已经分手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亏你还是学心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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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失明了 别这么说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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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希望 我并不等于不会发生 我不会让他发生的 我不会让他发生的 我会让他发生的 我会的 我会让他发生的 频繁发作的眼疾 让神慧将感到 前所未有的恐惧 虽然他依然对 汇宝身后的那个男人 充满了疑问和好奇 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答应和丈夫离开这里 回去接受治疗 先生你的卡 谢谢 在这儿等我 我去开车 你一定很难过吧 我这儿有他的一样东西 他退了房以后 我打扫他的房间 在床底下发现的 老人家 你还记不记得 跟他一起来的那个男人 他好像害怕别人看到他 一直戴着帽子和墨镜 没人注意他 那还有什么方法 能让我找到的 他们来的时候 车就停在 两个街口后面的 停车场里 那个地方 二十四小时监控 你可以到那个地方 去试一试 有小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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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他了 找到他了 慧香 你又来了 你相信我 这次是真的 我知道去哪儿脚踏 走 你干什么呀 留在车上 我去 还有 你答应我的 要是再找不到线索 你就必须跟我回家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可以在拨打的时候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问一下 刚刚是不是有人进来拿进空录像 那个人是我老公 他进来很久了 一直没出去 他接了个电话 就往入口那边走了 又停电了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看看 这空录像怎么没了呀 谁 谁 肯定是跟我妹妹在一起的那男人 肯定是我老公发现了他 被他带走了 所以 所以 你们现在一定要去救他 那人是谁 我只有睡觉的 以前这个时间段是张师傅的母亲时间 我带你去跟他们宿舍找 打算 chaos 我坐坏了 我给你打算 小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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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你老公找到了 你哥 我们人民广州 你真是 Saya夫戏 所有 reboots schol省 士生 祭典 喂 喂 喂 回家 你没事吧 走了 我看不见 来来来 我扶你去 我为什么什么都看不见 来来 我扶你去 吴警官 你好 这里有封信 这封信呢 是你丈夫生前留下的一份遗书 我们经过笔句鉴定呢 是你丈夫写的 你丈夫和你妹妹之间有一段地下恋情 后来呢你丈夫不想毁掉你的婚姻 就向你妹妹提出分手 可是你妹妹没有接受 陈志林在遗书中写道 自己与汇宝有过一段秘密的恋情 后来因为汇宝不愿意分手 所以她逼死了汇宝 从地下车库拿到监控录像后 她意识到事情最终会败露 同时出于对妻子会相的歉疚 所以她独自回到镇上写下了遗书 用自杀做了了结 虽然对警方而言 案件依然有很多疑点 警方的调查也在继续进行 但是遗书的确出自陈志林之手 汇宝离奇的死亡暂时有了一个解释 而这封遗书 让深爱着丈夫和妹妹的汇宝难以接受 一连串的打击也最终导致了汇宝彻底失明 《封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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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找到眼角膜捐献者 你签了字明天就可以手术了 一切顺利 不过这段时间 你要格外小心 你的眼睛在两周之内 一点光都不能见 尤其你不要乱动你眼睛上的绷弹 如果你提前猜出的话 就前功尽弃了 我不喜欢这里 我不喜欢这里 我要离开这里 好了好了 你不要激动 这样 你呢可以离开医院 但是你必须要有个人照顾你 我给你派个护工好吗 来 上一步 再上一步 好 好 好 来 我把包给你挖一下 小心 不要你扶我自己能行 你小心一点 注意点注意点 我教你小心一点嘛 你看 你让开 那好 那你送了 我去收拾一下屋子 你在翻什么 没事 帮你收拾一下屋子 你别乱翻我的东西 什么东西碎了 我打下了一个相框 我马上弄干净 什么相框 什么相框 这是两个人的合照 你别动 你还受伤了 你上开 上开 你没事吧 你上开 滚 滚 滚 神经病 我看谁还要来伺候你 哎呦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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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姐姐 出什么事了吗 她刚刚做了手术 眼睛都看不见 脾气还乖得不得了 哼 谁 是我 灵灵 灵灵 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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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能帮我个忙 你帮我看一下 这把钥匙开这个房子里面哪个门 这把钥匙好像不属于这个房子 它很重要 没事 你在手流血了 要我回去给你拿工带吗 不用 那个护工马上就过来 你先回去吧 真的不需要我陪你了 不需要 我自己能想 谁 谁 谁 我是新来的护工 王成 不好意思啊 我想要一个女的护工 你还是走吧 你的手受伤了 我自己知道处理 还是让我先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 好了 还好 只是划伤 谢谢 你还是走吧 你先坐这儿别动 我帮你把屋子收拾一下 你别激动 我这儿呢 有一些音乐 你听听音乐 这样啊 对你紧张的情绪 很有帮助 划伤 谁 是我 时间快到了 我该走了 现在几点了 快十点了 都这么晚了 我给你画了个手机 这种手机是按键式的 上边第一个键就是我的电话 有什么事你就联系我 谢谢你 汪诚 你想得真周到 谁啊 谁 谁 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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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啊 救命 是我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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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真是你 老公 我好想你 老公 你干嘛呀 老公 老公 你干什么呀 老公 你不要 行 不要扯我扎布 老公 我求求你 不要 姐姐 我求你 你就别挣扎了 不要 不要 我们可是两个人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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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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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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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在哪儿 老公 老公 快 rust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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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老公 你怎么了 喂 喂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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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离开这个房子 回家 你赶紧离开这个房子 你赶紧离开这个房子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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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的精神情况 出现幻觉是很正常的 你干什么 你别紧张 我只是给你换药而已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 发生了一次车祸 当时 我失明了两个月 就跟你现在一样 会胡思乱想 会做噩梦 现在我要给你换药了 记住 千万不要把眼睛睁开 刚刚说你失明了 那后来呢 后来 我的视力恢复了 所以啊 我现在很想帮助 曾经像我一样的人 你故意编的一个故事 哄我吧 当然不是 我能理解 你现在内心的恐惧 如果 你想抛开这种恐惧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战胜的 当然 我会帮助你的 那么 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吗 好 我 ほど 没 今天晚上的月亮 又大又亮 你看了一定会醒 是吗 没关系 再过四天我就可以拆掉纱布了 到时候又可以重建光明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 其实 就算手术失败 我也不会有遗憾了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做的那些事 我恨你 我恨你 我更恨会保 当我知道你们发生那些事的时候 我真的很恨你们 可是在恨你们的同时 我的心也在痛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你们 更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我自己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会想 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的 我告诉你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才是你 对不起 我 我 你明天还会来吗 如果 你让我来 我就来 我想 那明天我准时到 睡觉的时候 记得吃药 记得吃药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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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惠江而言 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 王成给予了他细心的照料 和耐心的开导 甚至在心理上帮助他战胜的 对于黑暗的恐惧 但是妹妹离奇死亡的遗团 依然疑点充充 跟踪监视惠江的人是谁呢 汇报留在玫瑰山庄的钥匙 又是怎么回事 在种种疑点的背后 到底还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请别错过我们的下一集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